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晚上到后天 由于受到东北季风增强 以及台风过游环流双重的影响 因此在一封面的北部 还有东半部地区 天气是相当的不稳定 那明天的话 在台湾的基隆北海岸 还有大台北山区 东北部山区 以及东部的山区 都可能出现 豪雨等级以上的雨势 要特别留意 那这个雨势呢 到了星期六的时候 会逐渐转移到东半部地区 那中南部山区 有些零星的短暂雨 到了星期日的时候呢 水气会逐渐的减少 但是呢 还是会有一些下雨的情形 那星期一之后呢 由于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 所以在北部 还有东半部地区 银风面仍然是有局部的短暂雨 那我们来看一下温度的变化 我们可以看到 那温度在今明两天 在北部 东北部地区 是整天都是比较湿凉的天气 而在星期五的时候 温度会逐渐的回升起来 到了下礼拜一之后呢 由于东北季风又逐渐增强 因此呢 温度在北部 东北部又再度的会转凉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明天天气是最不稳定的 那尤其是在 银风面地区 会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 几率发生的可能 那周四 北东比较湿凉 其他地区都是早晚凉 另外就是周五之前 沿海风浪会比较大 周日之前 要特别注意长浪 以上气象资料 是由中央气象鼠提供